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TO预测明年的世界贸易成长量只会1% IMF预测明年的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只有2.7% 这些都没有考虑到说万一地缘政治在出现重大的事件 国际总体经济如果再出现失衡的情况 这些还是充满了变数 在这样一个地缘政治动荡的时代 对企业来讲企业的韧性非常重要 企业的负成合也非常重要 外贸协会是唯一一个机构地缘政治总体经济 跟产业基本面都有涉猎的一个单位 那2023年我们外贸协会关注的方向呢 我们会在疫情趋缓之后 全面地来推动实体的会展活动 跟全世界的交流活动 我们平常在全世界呢 一年举办300多场的实体的交流活动 我们在国内呢一年举办二三十场的实体大型的展览活动 所以我们会全力地来推动全球的实体交流活动的恢复 过去这两三年期间呢 我们台湾经贸网已经大量使用人工智慧的技术 来协助业者用AI来制作行销的影片 然后用AI来建构他们自己的Avatar 来进行数位行销 同时呢 多种的语文同步翻译 提供了很多的价值服务 在市场面 我们会聚焦在四大重点市场 跟三大潜力市场 这四大重点市场分别是 美国、日本、新南向、中东 三大潜力市场呢 是中东欧、中南美、还有非洲 但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 大家看到最近这两年 台湾已经成为全世界非常信赖的一个品牌 这是我们的优势 所以外贸协会会在这个优势之下 跟我们的企业大家一起共同合作 来在全世界开疆辟图 想要知道更多展览现况 只要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制作最新展览现况 以及其他贸易资讯 快来一起跟上哟